其實我在私底下呢 有在北藏地圖做出的另一把劍 那那把劍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我是覺得還不錯啦 你們覺得呢 哈囉大家好 我是永樂 那今天是我們麥克風版 生存的第99集 那我們上一集呢就是蓋了這個 武士刀紅月 雖然說他嚴格說起來並不是武士刀就是 然後呢 上一集呢有觀眾回答的我就是 關於劍的各部位什麼什麼的 那最重要 最重要這一片 這一片東西好像叫做 刀二吧 還是叫做格 總之呢他就是位於刀柄和刀身之間的一個 戶 戶片嗎 那這個東西呢就是來保護你的手的 簡單來講的就是 你如果兩把劍交錯戶籍的情況下 就是一般就是會滑動嘛 就是 比如說劍會從這邊就滑滑滑滑到這邊 那如果你這邊沒有做一個護環的話 他就是會直接看到你的手 那個就 呃各位知道的 然後上一集我忘了提到就是 這個skin呢是 狗魚畫的 那其實跟我之前玩遊戲的造型沒有太大的關係 這個主要是照我的封面圖去畫的 其實我覺得還蠻不錯啦 各位覺得呢 好的那今天呢是99集 我今天呢想要特別做個回顧篇你知道嗎 就是我想 畢竟我們100集就要結束了 我可以順便聊聊就是 今後的打算 那首先呢我們就是先回到海地層那個地方喔 好的 那我們已經回到海地層這個部分了 那這個地方呢就是我們生存的起點喔 這裡原本就是有一個小山啊 小山丘什麼的 那全部都被有產坪變成這樣子的感覺 之後呢我們就是在這裡 運用木頭還有一些石磚什麼的 在這裡蓋了一棟樹屋 其實我當初就只是想說 蓋個不太一樣的建築物啦 所以說我就蓋了這個奇怪的樹屋喔 那這裡呢是我們舊儲藏室的部分 那這個地方其實箱子很少啊 只有6個這樣子 7個8個 這個 這個 當作早期的據點是不錯啊 只是到後面的話就還好 那接著呢這個就是我們 待滿久的房間喔 原本龍蛋啊什麼 翹翅都放在這個地方對不對 這個地方毒精液什麼都沒有了 然後然後然後來看看這裡 這裡原本是附魔室 只是我將附魔台安蘇鬼全部都拆除了 那這邊理所當然是藥水釀造區嘛 那這個地方就是 野煉區 不過其實我們這個蘇一開始 並不是長這樣子的 他好像經過兩三次的改修 才會變成原來這樣子 然後呢其實不只是這樣啦 為什麼我們叫這個地方為海底層呢 簡單來講的就是 就是 我在我們的家底下 就是這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呢原本應該是 呃 一個全部都是石頭的地方 然後我全部將它刨開來 變成這個九宮閣的海底層 那為什麼會叫海底層不是地底層呢 因為它有 超過一半的部分都是在水裡面的 這個水下農田啊 種樹地 種樹地我都砍完就沒有種了 像這地方農場都是在海底下的 而且我特別喜歡這種水柱流下來的感覺 所以說 我運用了大量這種方式 甚至還在我們海底層周圍建立了一個 環遊步道 環遊步道 只是這個環遊步道有一部分要從海底走 然後最重要的東西就是你需要有 水中呼吸還有 深海漫遊 不然的話根本就在這裡待不下去 有沒有我們的海底層 這個 嗯 還不錯的景觀 然後然後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其實 我一直都沒有跟大家說 這個地方其實我在搬去 村莊那邊的時候就已經蓋好了 這個地方呢它其實是 我原本預計要蓋其他東西的空間 只是 只是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 蓋到一半我就沒有要蓋了吧 所以說那邊也沒什麼好提的說真的 接著接著呢 就迎來了我 玩minecraft裡面蓋第一個的超大型建築 就是這個 這個是我們的史萊姆農場 這個史萊姆農場真的是 當初花我超多時間的 尤其是它還在就是水底下一棟 喔 這個一看就頭痛 超大 然後花的時間就非常非常多 喔還有史萊姆耶 小史萊姆 不過其實我已經很久沒有回來啦 所以說產量應該 不多 然後各位有看到嗎 這些擺滿的箱子就是 我們挖史萊姆農場 挖聖的石頭 全部都放在這些箱子裡 這個真的我花超級久 接著呢就是我們蓋第二個久的東西 就是這個 殭屍豬人塔 我可以跟各位說啊 我玩這個生存系列裡面 蓋最久的就是這個豬人塔 真的是 沒事 真的 真的我要奉勸各位 你沒事你真的不要在水裡蓋什麼 一堆地獄門 這個根本是浪費時間 尤其是你在排水的時候 你在排水的時候真的是會久到想死 然後呢 中間這些就是我匯集水流的地方 然後將豬人移動到這個地方 讓它掉下去 那飛上來之後呢 這個就是我們豬人塔的外觀喔 從外面看的話就是 一個超大型的立方體 這個 為什麼我當時候蓋這個東西啊 接著呢我們來看看我們 我們這附近的唯一一個地標 這個我叫做沖天柱的地方 那我在這裡蓋了我的人像 順便將這個沖天柱用火把全部點亮 接著我們就是飛來這個大陸看看喔 這個大陸呢 其實我大部分的時間都是用來 殺牛 還有就是挖這邊的沙子 這個地方也是我們第一次看到 骷髏馬的地方 各位看到這些沙子應該就知道 我也是挖了很久的時間啊 原本這個地方都是跟這個地方一樣 一樣多 然後這個特殊地形 其實這個不是什麼特殊地形 這原本也是一個小山丘 只是我把泥土全部挖挖 然後這邊我記得 好像原本都是樹吧 也全部被我看完 啊這個收集物資 感覺好棒啊 過了那麼多幾了 再回來這裡就是有一種 懷念的感觸你知道嗎 我覺得玩遊戲就是 一開始玩的時候是最快樂的 那你玩了蠻久之後呢 就是 其實也不是說不快樂啊 只是少了一開始那種 興奮感動啊 這個就是我們海地城的全貌啊 這個 陪伴了我大概四十幾左右的技術啊 好那接著我們就 進地獄看看吧 地獄其實也很多可以講啦 比如說我們這個紅月城 這個 當初好像是要做像蝎子的造型吧 就是我後面還特地拉了一條尾巴 可是看起來好像蠻奇怪的 接著我們來到終界了 各位有看到吧 這個終界也是被我們改造的 非常燦爛啊 各位光看就知道啦 我們在終界呢 呃 為了防止安德一直生怪 所以說我們在附近堆了一堆雪人 然後在這裡蓋了安德生怪塔 那安德生怪塔的部分呢 其實 這一集也算是蓋蠻久的 我說真的 這一集 主要是插這些火把啦 插這些火把 花的時間真的很多 那我們終界的部分好像就 只有蓋這個東西吧 沒有其他的東西可以按 我覺得 所以說我們就 有點空虛啊 回去縣市吧 那回到縣市之後我們就是 繞著這個 我們跨海大橋飛一次給各位看看 雖然到最後都不是用打的這個 蠻難過的 接著呢就來到了我們這個 蓋了六十幾左右的 我們這個村莊有沒有 一開始呢我們就是從天手 這棟天手開始蓋的 當時也是花了一定量的時間啊 有沒有 然後在這裡就是蓋了一些 有的沒有的設施 甘蔗 仙人掌機啊 甘蔗機啊 鐵人塔啊 農場啊什麼的 甚至我們最後還蓋了這個 瞭望台還有村莊 還有這個 無磚生怪塔 喔 這無磚生怪塔 你就只有在上面的時候才有用 你必須掛在這個上面 站在這個地方 那蓋最久應該就是這個村莊吧 這個村莊真的前後經歷超級久 超級多集了 都不知道有沒有注意到 啊 大農田啊 什麼的 種樹伐木場啊 有沒有 我們村莊的全貌 大概就是這樣子 一個 復興的村莊 還有 我們的 點點滴滴 其實用一級的時間來回顧 幾乎是一百級的級數 所蓋出來的東西其實蠻 蠻困難的 所以說我就是挑 比較重要的一些來介紹而已 好的 那我們最後完成了 就是這把 紅色的武士刀了 所以說現在看是黑色的啊 那我們就在這邊稍微講一下 呃 今後的打算好了 其實我呢 一開始就決定好 這個系列知道一百級 當初其實也沒有想夠 會做到這麼後面 你知道嗎 就是 我原本想說 應該做個 二三十一就差不多了吧 只是 有一段時間 有起來之後我就想說 要不要乾脆做久一點 以一百幾個目標來生存下去 想不到我們已經快達成了耶 我一開始會做影片呢 最主要就是 我想要分享我 呃 完生存的體驗 只是到後面不知不覺 好像就變成了 我為了出影片才 才做影片 這個我覺得不太好 呃 各位如果去比對 下午以前和現在的影片的話 其實 有非常非常大的落差 不管是後製也好 剪輯也好 或者是 一些比較基礎的 呃 麥克風設備之類的 都有很大的落差 甚至連影片的主題都有 那我們 就是從大概 90集開始吧 90集到這一集 幾乎都是 花了我全力的時間來做的 就是 基本功 8小時後 只加上錄製時間 那每天更新的話 真的是 累到 累到爆的那種 不過 其實我覺得都蠻開心的 所以說 我們這個生存 雖然會結束 可是我不會 停止就是 出影片 那我今後應該會重新開一張 生存地圖來做 就是 我想要一個一個慢慢的 編排 然後 思考要怎麼呈現給大家看 因為其實我有很多影片 我自己都覺得就是 成新的並不好 那 這個也是我蠻遺憾的地方 其實我一直都有在考慮就是 要不要我出到100集之後 就將我這個生存系列全部刪除掉 因為我覺得 我會被這個東西給綁住 我可能還會再為了 就是 出片速度犧牲掉 我想要呈現的東西 不過我後來想想 刪除影片實際上是 不太好的東西 所以說過一段時間之後 我應該就會將影片 全部設為非公開 然後 額外做一個播放清單 給沒有看完的人看 各位應該會覺得我是個神經病吧 最後呢 就是感謝各位的支持 沒有你們就不會有現在的我 那我們這集回顧就差不多 先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在下方點個喜歡 不要忘記好訂閱 有什麼建議的話 也可以留言在下方 讓我知道 或者是到我的粉絲來私訊我 我們下一集再見囉 掰掰 之後呢